大家好 我是小齐 今天再给大家看一盆有点味道的植物 一般人在家中看着它开花是比较漂亮的 都会去买上一盆 但是买到家中在家中开花了 以后一般都会选择把它扔掉 为什么呢 它就是罗摩克的大花犀牛角 它的花有多大呢 它单个花的直径 对脚去量的话超过20公分 而且它的花上带着毛毛 而上面就像鲍蚊一样 所以说它是一种比较个性的花灰 当然了这个植物一般养的人是非常多的 当时呢它的价格一根枝条都很贵 都几十块钱 现在呢它一盆的价格也就几十块钱 所以如果想养的话可以养一下 但是你要记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开花的时候 开花性能非常的强 养好了全年只要温度不低于15度 都能够开花 但是它开花也是有一股臭味 这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罗摩克的植物 它开花的臭味是一种腐烂的那种肉的味道 反正非常的难闻 它主要是为了用这种味道去吸引一些昆虫 比如一些洗臭味的 苍蝇之类的昆虫 然后来它上面站着 然后去通过这些昆虫去给它收粉 收粉以后就会结种子 种子如果成熟了 它就会裂开四处飞 然后落到地上就能够再次去繁殖 这就是一个它繁衍生息的方法 当然了这个植物好多人养着 但是养的过程中容易出问题 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养的过程中 它的顶部怎么出现干枯的情况 腐烂的情况呢 这个主要是由于通风差湿度大所导致的 这个湿度大是因为枯气中的湿度大 比如说遇到连续阴天空气湿度非常的大 而且呢 你又浇了水 通风又非常的差 它就会从顶部逐渐的往下干枯 一定要记住要保证环境的通风度 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 能不浇水则不浇水 它干点 只干会出现打尿的情况不要紧 但是呢 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浇上水 接着就能够恢复过来 那么在家中应该怎么养它呢 保证温度不能低于5度 低于5度浇水就会烂 如果低于5度的话 尽量的去保证土壤的干燥 多见光照就不会出问题 平常保证温度在15度以上 才能够正常的生长 如果想要让它长得好开花多的话 必须要光照充足 一年四季全放到太阳底下去就可以了 平常浇水如果说正常的生长季节浇水 盆土干透即时的浇透 肥料的话不需要用的太多 一般的话盆土表面撒点环式肥 定期一到两个月去给它浇灌一次 花兜兜二号高磷的肥料 这样得到充足的磷元素 它的枝干上就会不断的冒花苞 我这一颗你看上面一直在开花 开完花以后自然就枯萎 由于我棚里没有苍蝇 它就不会收粉 所以说它就枯萎了以后自然就脱落掉了 如果说您去放到一个室外的环境中 它自己就会去结出种甲来 上面长种子的 所以说如果您想尝试一下特殊的植物 如果您是在院子里养的话 您可以去养一下它 如果说您去看它的枝干的话 它的枝干层横跌跌的 就像山一样也是非常漂亮的 你只要去不给它用零甲肥 不要去给它建太强的光照 那么给它补充上高弹的肥料 它就会去长这条 这条隋藤叠叠叠的放到家中 当作盆子养也可以 这就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植物 如果你喜欢养的话可以去养一下 但是它的味道比较独特 小七已经给大家讲过好几种 萝卜克的植物了 都是有臭味的 但是没有臭味的也很多 比如我们知道甜甜圈之类的 它们都是没有气味的 它们是属于一种大的门类 它里边有好几百个品种 它们开花都是比较个性的 如果你喜欢可以去选择性的去养一下 买一个枝条插到土里去 只要亮的好 光照充足 温度合适就能够快速的生根 长包盆以后会持续不断的开 因为只要温度高 它全年长全年开花 这就是它的特点 如果觉得小七说的还可以 您听明白了 别忘了给小七点个赞 点关注再走